各位显示者,你们辛苦了 我知道你们总觉得没人理解自己 很孤单,别人总是批评你自作主张 但只要你用对了方法 即便你再自私,也不会有人批判你 先说显示者的特征吧 首先,他们负责发起一个专案或企划 以综艺节目来说 显示者就是节目的制作人 负责发起一个节目 以企业来说,显示者就是老板 创办了一间公司 他们的灵感从天而降 并直接把灵感化作行动 我们称之为内在非语言创意流 所谓的内在创意流是指 他们的灵感就像流动的泉水 直接流进他们的大脑 而非语言则意味着他们有了灵感之后 不一定会直接说出来 而是直接行动 从人类图来看 显示者的喉咙中心 连接到意志力中心、情绪中心、根部中心 这三个动力中心的至少其中一个 所以他们负责显化 意思就是把灵感直接化作实际的行动 而且行动力非常高 例如小明是显示者 他今天早上突然想到 要买点纸巾回家 然后他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冲下去买了 家人都被他吓得猝不及防 心里想,这小子这么着急出去干嘛 不过即便他们能把灵感化成行动 但他们发起一个专案之后 不见得能把这个专案从始至终的完成 因为他们的见骨中心没有定义 没有持续的精力 补充一下 见骨中心就是你身体的发电站 能为你提供工作的能量 如果你见骨中心空白 意味着你就没有那个持续的工作力 小美是显示者 她很喜欢画画 她经常想到一些创意的点子 而且一有点子就会马上去画 但因为她见骨中心空白 所以她无法持续拥有工作的能量 续航力比较低 所以她经常画到一半就没再画下去了 家里有很多半完成的画作 我们传统的社会强调做事要有始有终嘛 但是显示者在工作的时候 很难持续坚持到最后 所以他们常常会被批判 有始无终啊 三分钟热度啊 这让显示者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 但我要告诉各位显示者 不要因此而批判自己 因为你的创意和灵感是很宝贵的 没有你们的话 这个世界会少了很多创新的点子 所以要肯定你的价值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当你们有了灵感之后 思考一下有哪些人可以帮你执行这个灵感 然后你再发起 所以显示者也很适合当老板 你有了创业点子之后 可以招聘合适的员工替你执行你的点子 把整个事业做起来 我蛮建议你们找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帮助你 因为他们比较擅长处理细节 非常完整的把一个专案完成 三分钟热度反而是你的天赋 因为你有很多点子 虽然你发起的事情很多都没做完 但你还是发起了 你还是有把你的创意和主意带到这个世界上 只是你需要其他人帮忙实行和完成这些点子而已 但你要注意 我认识不少显示者都蛮喜欢命令人帮他做事 但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喜欢被命令 所以在邀请人帮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要客气一点 不要用命令的语气 以免冒犯到别人 第二个特征 显示者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工作 所谓传统的方式就是指朝九晚五的工作 显示者比较适合有弹性的工作 例如接案啊 网络创业啊 这些 而且最好是能让他们发挥创意和创造力的 不要让显示者死板的按照一些框架或模板做事 否则这会扼杀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创意 而且他们很难坐在办公室工作一整天 因为他们健库中心没有定义嘛 所以他们的精力非常宝贵 可能工作三四个小时就已经没力气了 无法像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那样一直工作都不累 显示者你们真的辛苦了 在传统社会的制约下 你们看到别人都在努力工作 但自己却没什么精力 难免会怀疑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才说到啊 显示者的续航力比较低 但另一个极端就是 你可能会过度努力 因为 见谷中心空白的你 会不知道适可而止 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太投入了 不知不觉耗光了自己的精力 都没有察觉到 见谷中心有定义的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 能察觉到自己还剩下多少精力吗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休息 但见谷中心空白的人 也许会以为自己还有很多能量 殊不知一回到家就直接累到摊在床上 动都不想动 所以显示者要学会给自己安排休息时间 不要等到你精疲力尽才去休息啊 我不是要吓大家哦 如果显示者按照传统的方式工作 每天996或者过度努力没有好好休息的话 你可能到50岁左右吧 身体就会完全没有力气 所以拜托珍惜你的能量 那么显示者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他们偶尔会感到愤怒或烦躁 为什么他们会愤怒呢 因为他们有了灵感之后 就想马上去行动嘛 说都不说一声 但因为行动太快了 身旁的人可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会挡路 例如显示者小明是公司的老板 他突然想拍个Vlog 记录一下员工的工作情况 但因为他事前没有告诉员工 所以很多员工都觉得 哇 猝不及防啊 甚至有员工说 哎呀老板啊 你怎么不早说你今天会拍Vlog啊 搞得我今天随便穿了件T恤就上班了 上镜多丑呀 甚至还有些员工把自己的脸挡住 导致小明拍Vlog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这让小明觉得很愤怒很烦躁 但他不是在生员工的气 而是怪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冲动 为什么我这么着急 如果我早点告诉他们 今天拍Vlog肯定会很顺利啊 想像你打开水龙头啊 水流出来 如果你试图把水流挡住 水就会喷得到处都是 显示者也是哦 他们行动太快啊 就像水流一样 拦都拦不住 如果你试图挡住他们 他们会觉得很烦躁 所以显示者也会常常被批判 自作主张 没有交代 脾气差 没耐心 而且愤怒这个主题哦 对于女性的显示者来说 可能会更痛苦 因为传统华人社会啊 要求女性要优雅啊 不能动肝火啊 导致很多女生都会 压抑自己的怒气 但你要知道 愤怒是非常强烈的情绪能量 情绪就像是弹簧啊 你越是压抑它 它就反弹的越厉害 所以如果你经常压抑你愤怒的情绪 这股愤怒的能量 就会像一团火球 一直在你的体内上窜下跳的 你会坐立不安 最后这团火球就会爆炸 导致你生病 就是所谓的气出病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显示者 一定要找到发泄情绪的管道 例如写日记 写部落格 找心理諮商 才能活得更舒服哦 显示者的愤怒还有另外一个来源 就是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灵感 小王是显示者 他想环游世界 过旅居生活 但他家里 上有老 下有小 作为孩子的父亲 他必须留在家养育小孩 而作为父母的儿子 他又必须供养父母 为了履行自己在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他无法实现他的梦想 感到很生气啊 我对于小王的建议就是 在旅居前先告知家人 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 跟家人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旅居 而且跟家人承诺自己不会一去不返 每年去三四个月而已 这会让家人比较容易接受他的梦想 不会阻拦他实现旅居生活的欲望哦 遇到愤怒这个难题 显示者们该怎么解决呢 答案就是告知 周末显示者小青想跟男朋友在家看电影 小青发现家里没吃的 于是就匆忙跑去便利商店买爆米花 但他没有告诉男友 甚至因为行动太快而忘了带手机 结果男友发现小青不见了 电话也打不通 也不知道小青什么时候回来 这让男友觉得很愤怒很空虚 小青买了很多冰激凌 爆米花水果回家 但男友不但没有感谢小青 反而发脾气了 小青也感受到男朋友的怒气 所以他也觉得很愤怒 最后跟男友大吵一场 但如果小青当初留张纸条告诉男友自己要出去的话 或许男友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短短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结果 从上述的故事看到 显示者发起任何行动之前 一定要先告知会被这个行动影响的人 因为显示者行动太快了 必须先告知才能让别人做好心理准备 避免冲突发生哦 顺带一提 如果显示者在行动前没有告知的话 被这个行动影响到的人 也会觉得愤怒 想像你妈没有告诉你 就擅自扔掉你房间的物品 你也会觉得很生气吧 所以显示者要学会培养耐心 在行动前先停一停 写张纸条 发个私信 告诉会被这个行动影响的人 避免伤了彼此的和气哦 那么显示者适合怎样的赚钱方法呢 第一他们适合创业因为他们天生就是能获取很多灵感嘛 所以他们也能想到很多创业的好点子 加上创业的关键是快 恰好显示者行动力这么快 所以很适合创业哦 但由于显示者做事的续航力比较弱 很难把一件事情从始至终的完成好 所以不太适合一个人创业 可以考虑找人合作创业或招聘员工 让其他人帮你把创业点子落实执行哦 第二显示者不适合传统的工作 而且他们不会是好的团队成员 我不是要批评显示者哦 这只是显示者与生俱来的特质 因为他们点子太多了 而且行动太快 所以也不太想迁就其他人的进度 也不太想跟着公司的计划走 比较希望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且他们生来就是要创造 就是要发起新的点子 所以他们不喜欢服从 如果你逼一个显示者服从 跟着你的指令做事 他们最后肯定受不了哦 也会扼杀了他们的创意 第三显示者需要建立被动收入 也需要存紧急预备金 我前面说到 显示者的见骨中心空白 所以他们没有持续的能量不断的工作哦 因此显示者最好能建立被动收入 万一你身心俱疲想休息几个月 你也不会没钱花 也不用为了钱而逼自己过度努力的工作 现在过劳死越来越普遍 所以我希望各位显示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哦 平常多存点钱 思考一下怎么打造被动收入 才能有资本去休息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前面说到显示者这么容易烦躁 那么其他人要怎么跟显示者沟通 才能跟他们好好相处呢 第一你要知道显示者的愤怒不是在针对你 他们生气通常都是对事不对人 只是因为自己的行动被阻拦 所以才觉得烦躁 你想一想啊 假如你赶着去上班 路上突然有人拦住你说 哎小姐你填张问卷好不好啊 你也会觉得很烦躁吧 所以不要把他们的情绪放在心上 反而要让他们把情绪宣泄出来 让他们维持心理健康 第二你一定要给他自由 不要试图控制他 也不要逼他做任何事情 因为他们与生俱来就有很多灵感 所以他们很了解自己想做什么 你也不需要刻意安排任务给他哦 而且刚才也说了 显示者最不喜欢被阻挡 所以当他们行动的时候 你就放心让他们去吧 千万不要在他们做事的时候打断他们 让他们自由的飞翔吧 而且你也要给他们时间耍费 不要经常在周末约他去聚会啦 因为他的精力非常有限 需要大量休息才能修复自己的能量 还有你一定要给他们主导权 不要试图让他们听你的 因为显示者非常有主见 他们非常了解自己要什么 如果你逼他们顺从你 试图压制他们的力量 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 甚至还有可能会跟你大吵一架 所以尽量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 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三如果你的行动会影响到显示者 你也需要告知他们 告知这件事情是互相的 不只是显示者要告知别人而已 例如小鹰今晚想替他的显示者男友小陈做饭 但小鹰没有告诉小陈 结果小陈他就买了外卖回家 这让小陈觉得很生气 直接问小鑫说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啊? 你早告诉我我就不用买外卖了 现在家里这么多食物谁吃得完啊? 不但只是小陈感到生气哦 就连小鹰也觉得很伤心 心里想为什么小陈没有体会到我的用心呢? 显示者行动太快了 小陈买外卖也是一想到就去买 如果要替小陈做饭 你一定要早点告诉他 以免他太早就冲去买外卖了 第四不要问他们是否的问题 这里跟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完全相反 因为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的 见骨中心有定义 你问他们要不要是不是这类问题 他们能用见骨回应 也就是能用身体的第一反应来回应 确保他们能发自内心的回答问题 但是显示者的见骨中心空白 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好不好 这类是否的问题 他们无法用身体的第一反应来回应你 反而可能会为了迎合你 而答出了违背自己内心的答案 所以你一定要问他们开放式的问题 例如你可以问你在想些什么 或是问你对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 千万不要问他们 你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 我祝福所有显示者都能找到 让自己最舒服的活法 也祝福其他人能跟显示者好好相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人类图的资讯 就给我按个赞吧 这样才能让演算法 推送更多关于人类图的影片给你 让你更深入的探索人类图的世界喔